接下來這個Session由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開源的大數據的引擎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Alex 我從事開源很多年了 然後早期是做程序開發 所以有些經驗 然後跟資料庫跟剛剛前面幾位都是一樣 又一間DBA又一間Programmer 所以坦白說可以遇到一些狀況 可以去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目前我就指於這個歐越科技 那我們從事於開源的解決方案 OK 那Total Solu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Postgres Screencrown Mongo Radix Elastics Hardoo Paintout Docker等等blahblah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提供在台灣的用戶 有不同的視野不同的面向的應用 那我們知道大家都用Commercial Software用久了 但是現在遇到的問題就是費用的問題 成本的問題 再加上技術銜接的問題 我們既有的系統很難去輕易的去做移轉 所以我們所設備的這些解決方案 請希望就是帶給用戶能夠輕易的去移轉線上的系統 即便像PostgreSQL OK 我們知道PostgreSQL其實是蠻活躍的在這個Community Channel 那我們知道它成立從開源到現在二十多年 將近三十年的時間 致力於在做這個交易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後續的 有很多的一些解決方案在PostgreSQL上面都得到了一些實作 比如說我們講的Hadoop Hadoop其實看起來跟PostgreSQL沒什麼關係 但實際上我們知道Hadoop其實 從最小的這個MetaData的一個Manageable 像Apache Hadoop 它會必須要一個RepositoryDB 這個RepositoryDB就來自於PostgreSQL 等這些Open Source的DataBase 其實希望就是說透過這些應用 讓整個Ecosystem更強大更靈活更耐心 還包容很多的數據庫基本上都源自於 用PostgreSQL的一個Community架構來去滿足這些不同應用的一個場景 所以我們所提供的希望是提供這個開源的解決方案 從Sequel、NoSequel、Hadoop等等的Ecosystem 讓客戶能夠有效的去作為靈活的調整 那也希望各位如果有問題有機會的話 等一下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來溝通一下意見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題 大數據 大數據各位覺得應該是Hadoop 但在幾年前我們講的大數據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所知道的 其實聽到的都是Hadoop 甚至曾經有一個客戶 大老遠從大陸跑來台灣找我 他說大陸那邊的partner 其實好的很好不好的其實做不到大家要目標 所以希望來台灣找大數據的解決方案的廠商 結果他一來跟我講說大數據叫MangoDB 我說跟我聽得好像不太一樣 好anyway我現在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大數據不僅僅只有在Hadoop應用場景來講 因為我們知道好多個應用上面來講 有一些limitation based on HDFS 以及這些fam reduce 一些process 其實有利有弊 我不去以為了推翻這樣的concept 但是在某個場景上面來講 人都是要求非常高的 比如說我以前我一個數據怎麼算怎麼算 算到最後算不出來 所以呢我希望有一個 要powerful的一個hardware 或是一個solution來幫我去 把我要做的事情完成 這是目標 那逐漸有這些software hardware的architecturalize for fee 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這樣一個解決方案是可以完成 可以解決你的問題嗎 其實不盡難喔 因為你可能早期在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你可能資料量可能只有一年 兩年甚至三年 在這樣的操作下 可能在SQL Server Oracle 這些commercial Database的應用場景上面來說 這些資料是可以去做運算 分析以及做reporting 這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隨著我們現在的IoT 工業4.0這些議題的興起 收集任何的資訊 這變成是不可或缺的事情 收集下來之後 你如何能夠靈活的去運用 以及運算 這也是下一個時間點 你需要去考量所面臨的挑戰 所以我剛剛講 人都是實質無畏的 早期我可能要跑一個proset 要跑半天才跑出來 甚至跑不出來 在hardware上面得到一些滿足 可是漸漸人發現 半天好像滿久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再快一點 OK 所以我們這邊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說SQL NoSQL以及hardware 是不是都是應用在 但大數據的場景 其實我認為都是 只是說你今天所面臨的挑戰 跟需求在哪裡 就是期望值的不同 有的各位跟我講 我的應用場景就是 NoSQL可以解決 那NoSQL大數據 其實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我們知道大數據的應用場景 基本上三個V嘛 現在有人講到五個V了 Anyway 反正我就是要解決 大量數據運算的問題 那即便SQL NoSQL跟hardware ecosystem 基本上都是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我們今天來跟各位分享的是說 Green Pump Green Pump 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 然後跟各位等一下 分享一下說 基於Green Pump的一個架構呢 可以解決 在數據分析 數據處理上面一個 主要的一個目標 那我們介紹一下 Green Pump這個產品 這個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今天這個活動 是開源人年會 所以基本上是開源軟件 但是所有的開源軟件 大部分都是先有open source 你才會 enterprise addiction 這家公司完全相反 他在2013年的時候 成立這家公司叫Pivotal Pivotal其實是來自於 EMC跟 VMware 跟GE這三家公司 尤其是 VMware跟EMC spin-off的一家公司 把他們這兩家 針對大數據跟 數值分析的一個解決方案 spin-off變成獨立的一家 軟體的 專門經營大數據的一家公司 那在13年成立 他我們常常在笑 他什麼時候不成立 在4月1號成立 我們覺得他是一個joke 為什麼 因為幹嘛在4月1號成立 但是沒錯 他的確是在4月1號成立 我們那時候也是半信半疑 好 那早期他成立的時候 是因為他也是來自於 startup的一個company 然後接著會被EMC 編位所併購 併購了之後 也發現在大數據上 應用的場景上面 其實非常地卓越 那接下來在15年 他變成open source 他把這個code sourcecode contribute出來 變成apache的open source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 Github上面可以下載 原碼來去做編譯 以及做一些執行 那15年的十月二七正式開業 Based on Apache的license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參考的話 可以在上網去做下載 來去做試用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 Greemount Greemount它基本上是 Based on NC SQL的一個規範 它就是postgres的base 早期我們在用的時候 它還沒open source的時候 它用的postgres的engine 是8.1.5 聽起來很舊 聽起來很舊 沒錯 我們那時候很質疑 因為我本身也用postgres的business 所以我對postgres的發展 其實跟得很緊 即便到現在12 我們都有在follow up 但是我們會發現說 奇怪 Greemount為什麼跑這麼慢 這個其實也不是沒有道理 原因是因為 它的purpose是在做分散式運算 那我們知道傳統的postgres 所做的一個應用都是 一般的事物型的應用 即便我可以做數據分析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mission 是在做什麼 是在做交易型的應用 我們一般的postgres 那所以呢 它發展的迭代速度非常快 像剛剛前面幾位先介紹 你可以用json 你可以用hstore 甚至更多fancy的一些應用 farm,farm,data,record等等的 其實在早期的版本都沒有 但是我們為什麼 Greemount剛在做的時候 其實它有建於這個postgres的kernel 其實我們發現到 可以針對事物型的應用 其實有效的滿足數據的應用 分散的處理 所以它follow一些規範 比如說NCCGO2008的標準 提供OLED的標準 以及提供必須的ear driver 所ZDBC、ODBC等等的應用 當然因為它是 based on postgres所開發的 所以延期的原先的 MVCC、ACID等機制 可以打成這個用途 當然它主要的架構 是基於分布式的一個資料庫 MPV的一個資料庫 它可以支持像這種線性延展出去 線性擴展 這個線性擴展 等一下架構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基於什麼樣的架構來實施的 以目前來講 我們open source的版本 它的Greemount的核心 PG的核心已經到了8.4的版本 那應該在今年會release 跟到9.x的版本 然後在明年呢 我們會release6的版本的時候呢 會follow postgres應該到10的版本左右 OK 所以其實這疊代的速度非常的快 疊代的速度非常的快 我們幾乎是大概 花一年到兩年的時間呢 我是說developed team 大概花一到兩年的時間 去追10年的技術 因為postgres已經有一段時間 它沒跟上了 從8.1到現在接近 目前會有12了 它沒有辦法跟到這麼新 它大概只跟到9.4、9.6左右 都已經花了很大的功夫 大概將近10年的技術呢 它花了大概兩年 跟追就把它追上來了 所以原則上 它現在目前開發的團隊呢 因為它來自於這個企業版的支持 OK 所以它這個piple這家公司呢 它同一時間 挹注了研發團隊 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跟美國 大概只割一半吧 大概每個團隊大概將近100多人 在開發 所以對這個開發的技術 非常非常的 疊代的速度非常快 OK 所以在目前來說 企業版的用戶其實非常的多 我們台灣目前 所做過的案例來說 當然這是企業版啦 community的部分 其實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去試用 能夠了解 什麼是分散式的技術 基於PG的一個應用 我們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分析應用場景裡頭 這是我們期望的 OK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業版的客戶 其實很多在這個像製造業 金融業以及這個電信產業 他們在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其實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迅速 那等一下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 它有哪些主要的特性 那它集群的架構是什麼樣的架構呢 基本上我們是源自於 一個主從節點的概念 主節點的話 主節點的話是MAS的部分 那MAS的部分基本上 它所提供的就是 針對AP的部分 提供一些request 以及response的一個接口 所以所有的用戶 會透過MASDA node 來做數據的處理 那Standby node的部分 只是為了要去做hyperability 萬一因為今天主節點 Single point value的時候 我們會有secondary的一個重節點 來幫你去做hand takeover 所以主要這個MASDA node 是負責前端的一個數據的 一個交易的應用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還要提供的 就是segment instance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假設是一台機器 其實一台機器我們一般知道 一般的資料庫 我們裝在一台機器上面 大概就是一個instance 在我們grimhound裡面 其實是起了眾多的instance 你可以看到這些segment instance 其實是在一台主機裡面 我們盡可能 開了很多instance出來 目的是為什麼 目的就是像螞蟻熊兵一樣 我們常舉個例子就像什麼 這個架構有點像什麼 就像在工地 工地會有工頭跟工人一樣 工頭它負責就是MASDA node 負責去接收用戶端的需求 接收到之後 透過執行計畫的解析 再部署給下面的一個segment node 讓它可以透過這一些 基於這些執行計畫 來做數據的一個應用 ok 所以呢 它可以透過節點的方式 去擴展資料在分布上面的需求 ok 那它也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架構 叫做share nothing 等一下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是share nothing的架構 然後也希望能夠提供一個 專屬的interconnect的一個架構 網路架構 為什麼呢 因為數據不敢擔保 在每個節點都擁有百分之百的數據 一定是partial的 當我今天一個segment statement 在做處理的時候 我資料可能不在我身上 所以我必須要去做一些數據的交換 跟處理跟join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就需要大量的一個 數據的交換的一個應用 才有機會得到快速取得 這個數據的結果 所以interconnect也希望能夠share nothing 不希望能夠被這個 其他的一個網路設備 或是其他的資源去共享到 那什麼叫做share nothing 我們可以看到說 傳統的一個資料庫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傳統的資料庫 左手邊這一個 那這個傳統資料庫基本上就是一個DB 然後就是internal disk maybe有sand storage 或者是req的一些硬體架構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硬體設備 那可能設備如果費用比較不高的話 可能AP也不在裡頭 那不在裡頭結果是大家共享這個資源 所以今天AP忙的時候 那DB會跟著被影響到 這是根本的問題 所以這個字叫share everything 大家在一個pool裡面去做共享 那這樣會得不到一個最佳的效益 即便我現在看到performance 已經到了80% 90% 實際上你很難去identify 到底誰吃了誰的resource 而且你沒有辦法有效去利用 你要的performance OK 那另外一個架構 是我們看到非常厲害的oracle rage 這個看起來可以scale 但是這是個 我個人認為是個假象 為什麼 因為坦白講這樣的架構可以滿足 針對你high concurrency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 所伴隨帶來的是什麼 你要更強壯的硬體設備 中間的interconnet 中間的那個sga的sink 基本上就會suffer掉整體的硬體的成本 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見解啦 所以在座各位對oracle比我還清楚了 這我個人的見解 因為它還是share everything 因為我還是基於我的節點的應用呢 針對這個資源的共享 但是硬體上面的要求會來得更高 比我們一般在用設備的角度上面來說呢 其實需求會更龐大 應用上面要求會更多 再加上軟件的成本也很高 所以這個架構並不是不好 但是它是一個share的一個概念 storage share的概念 才有辦法達到這種regular架構 那我們grimau是什麼呢 grimau我們期望的是說 透過interconnet就是intranet的部分 我們內部的每個節點 都是用internal disk 達到最大最低成本 推到最大的效益 比如說我們一個2U的設備 這2U的設備 我們可以盡可能去 我們說一個比較不好聽的一個名字 就榨乾它的resource 把它resource用盡用滿 讓你的query呢 能快速到位 快速達到你要目標 這叫share nothing 因為我不希望我的網路 包含設備呢 分享給其他用戶 那網路是一個很大的瓶頸喔 因為不要以為說 這個switch插上去也沒關係 大家就是要交換嘛 實際上當你忙的時候 就會造成networking的conflict 那這怎麼辦 這整個部分就下來 no excuse 因為你沒辦法去identify 那我只能去portet 就是說如果你要快 那我們的架構 期望你能夠專屬專用 share nothing 這是我們concept 在整體架構上面來講呢 一個無共享的一個架構 那當然有這個架構之後 更重要一個環節是什麼 做資料的分布 資料的分布以及並行化的處理 所以呢你可以想像說 我們今天一個表order 這個表呢我們雖然我們從 screenshot的資料往下堆一點 像剛剛前面的先進有提到說 欸Tuber怎麼放在每個data page裡面 怎麼樣去排列這些東西 但是基於一個instance 但是我們的做法呢 是把這個數據呢 拆解分布到每個instance裡頭 讓這整個效率能夠提高 那簡單來講應該就是說 每個instance應該擁有一樣的架構 只是說我的data是partial的 並不是完全的資料 並不是完整的資料 只是我在運作的時候 我可以透過數據的分布 以及區分的方式呢 讓你的數據可以快速 得到你要的結果 以及做資料的處理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並行的方式呢 得到一個最佳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這邊也有個簡單的介紹 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樣做這個資料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右手邊這邊是一個資料集群 左手邊是methanome 當我得到一個request的時候呢 比如說下一個query 下一個query之後呢 我得到這個query之後 master得到這個query之後 我下一步做什麼呢 我要把這個指引計畫解析出來 解析說我這樣查詢的時候 我會用到哪一個slice 要做哪些區分分片之後呢 得到我運算的結果 先把這個指引計畫做出來 之後呢我們拋轉給這個database 每個instance 那這個每個instance呢 得到這個command之後呢 他就馬上去做 依據每個節點 去做並行的一個運算 所以呢 每個節點都得到一樣command 去做運行 所以得到這個指令之後呢 在個別運算的結果之後 他回饋回來 把這個結果回饋回來之後呢 我得到什麼 得到一個總結 比如說我今天做個aggregate 像這個語法是做count 他會得到一個aggregate 那aggregate一個count的結果之後呢 他把這個結果輸出之後 他得到一個總結 那我muscle可以很快得到一個結論 抱歉 這個slide有點拖拍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透過這樣的 運算方式之後呢 我們透過這些節點 Oh sorry 好 Anyway 我們可以快速的把命令發號 施令到每個節點之後 快速得到個result 那這是我們所能做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看 他透過哪些功能 可以達到這些效果 Oh sorry 又要來了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order表呢 其實基本上呢 他會依據我這個segment的分佈方式呢 會部件在每一個實體系上面 即便是VM也行 反正就是一個host 那這個host 他會得到這個segment的分佈之後呢 他會見不同的instance 然後依據我們 我們還可以做表的分區 這個叫partition 我們在table 本身可以做的partition的功能 在每個instance裡面 也可以做partition的功能 那這樣可以加成 迭代這個速度的效果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查這個範圍 是2007年10月20號到27號的範圍 我不見得做全秒查詢 我可以透過partition的方式 可以得到某個piece 去做這個範圍區間的一個查詢 也加快我針對數據收集的一個效果 因為我的每個piece都變很小 你可以想到就是說 你今天1TB的資料量 在一個instance裡面來做運算 得到的效果 跟我今天發號式變成10個 20個instance 同一時間資料量降了10倍20倍 那當然處理的速度會快 這是理所當然 可以做線性成長的 所以透過這個表的分佈 跟區分的方式 以達到效能的最大化 好 這個我們一個示例 剛剛提到那個例子 我們partition的部分 我們可以做hash跟range的方式來做 也就是說我們數據可以拿來做 用hkey的方式 達到做資料表的分佈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節點 那我們資料怎麼樣 有效的去分佈到每個instance上面 這個技術就是透過這兩個hash跟range的方式來布索 所以我們以range的方式來講就是說 假設我們用時間來做區分這個partition 那我們在做partition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依據不同的時間點 來去做部件這些內容 那我們可以有效的去把我的分佈能做得小一些 然後以提高整體的效率 這個就是分級分區的一個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還支持什麼 多形態儲存 這個技術我也比較蠻特別的是說 我們借用於這個partition table的一個concept 可以大幅的提升表單的一個可用性 怎麼說呢 我們的table裡面呢 可以支持這種raw-oriented 跟color-oriented的一個架構 其實坦白講 Greemount的架構有點像什麼 可能各位在座有聽過data warehouse 大家可能都做data warehouse label的一個business 但是一般來講也是這種分散式的架構 那我想大家聽的一個turn都差不多 可是呢 他們能做的要不就是raw-oriented 要不就是color-oriented 他們有用hybrid方式來做這個表 但我們的表單可以基於partition table的架構 用表區分的方式去做到hybrid方式 一個表可以同時擁有raw-oriented跟color-oriented的模式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不同的特性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raw-oriented的特性是在於說 這傳統的RDB的一個概念 我們會用raw-oriented的方式做數據的處理 這沒有問題 那當然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技術是說 表單可以做壓縮 表單可以做壓縮 那壓縮的話其實會更加快更優化這整體數據在做IO的一個效果 因為我們可以想像就是說原生我們如果查這個數據 可能要1GB的資料量 可是呢 我們經由壓縮之後 我可能剩100Mbps 那我少了十分之一 剩了十分之一的資料 那相對的IO的速度會變快 但是你應該會選擇一部分的CPU cost 這是在所難免的 不過相對這個花費是值得的 會是值得 因為IO畢竟還是傳統最大的一個bottelnate 那另外一個是color-oriented 因為基於你業務面的一個特性 我們常常在做數據 創除不在應用的時候 實際上常常會做的就是star schema 你可能會做denormalize sorry normalize 做到最極致 做到第三針規劃 那你第三針規劃 那可能就把數據拆得很細 拆得很細的時候 你可能用color查學速度比較快 那所以我們也支持這樣的應用 那當然支持這樣應用的話 你壓縮效果會更好 因為color的壓縮比會來得更高 那我們也支持不同的壓縮比 那基於不同的一個效率 壓縮的方式不一樣 那最後呢 我們這邊還支持另外一個external table 當然這個跟早上我們應該有聽到 其他先進提到 Foreign Data Rapper的概念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那個是原生的做法 那我們知道可能在未來 postgres也會提供類似這樣的一個資料庫 那它也是基於Foreign Data Rapper方式 做到分散式的一個資料庫集群 但目前Greenhawk的做法 它是自己開發的一個external table的一個架構 那這個架構透過一個agent 可以讓你達到就是說 我在資料庫裡面 可以assess外部的資料源 比如舉凡說像文字檔 我們可以可能產生了csv 產生一些printex file 我可以透過passing 變成一個color row的一個結構之後 我可以讓我的definition 讀得懂你這個內容是什麼 然後進一步我直接on-flyer方式 去把數據採集起來 那這個其實還蠻靈魂的 而且是雙向的 也就是說 我不僅僅可以讀 我也可以把檔案 output出去 舉個例子 我們來做在什麼場景上面 比如說data theory 當我的數據變大的時候 你會怎麼辦 我一定要做housekeeping 那housekeeping的方式 你要不會就是insert into出來 可是insert into出來之後 還是檔案 你可能要找別的地方備份 我們可以直接去接外戶的資訊 比如說error或bunket的格式 或是csv的檔案格式 在外戶表上面 我就只要insert into到那個外戶表 我就把檔案流程下來了 其實基本上在操作上面 非常靈活 非常靈活 那還可以整合hdfs 其實我們在很多客戶的個案上面來講 data theory 的工作 其實是在所難沒有 而且是必須的 所以呢 我們在做資料的整理跟整備的時候 我如果說要把理解資料整到hadoop的話 我們有提供的connector 你可以直接從外戶表的方式 insert into寫到hadoop上面去 所以對用戶在整合這些資料 甚至採集這些數據的時候 都非常靈活 非常地彈性的 那當然有鑑於instountable的架構 你可以做hybrid 我可以這三個混合在一起 或是兩個混搭 這都行的 這個其實還蠻靈活的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好 那我們知道說基於這樣的架構呢 我們知道資料在做query的時候 做request的時候 是來自於master node 那我們等一下漏的時候 會從哪裡來呢 從segment 那segment的做法 基本上我們可以透過像傳統etl 檔案子裡頭 或是hadoop的架構 我們可以去做外部的接接資料 像剛剛提到剛剛 instountable的架構 我可以把這個外部表的definition 跨到外面的一個外部的儲存媒體 我就可以數據很容易輕易的擷取進來 所以bundle的方式是parall的方式 你可以想像說 如果是數tb的資料量 會進來怎麼辦 你一定一台基地一定撐不住 這個我們有實測過 大概是2加4個節點的情況下 我們100gb到那個資料庫 一個表裡面 大概只需要100秒 而且沒有index 沒有index 我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其實速度上面是非常的快 而且我們這邊在official的建議是說 一個full stack full stack的意思是說 整櫃 24U整櫃 但是不是全插滿 它大概是2加16台 兩個master node 然後16台data node 大概是每小時可以貢獻 10tb以上的data的transformer速度 所以速度非常的快 而且不需要硬件優化 所謂硬件優化是說 我不需要買非常昂貴的fresh等等 就是用一般的通用型的設備 XYL設備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所以非常容易能夠達到 你真的效能的一個需求 那再重要一個點是做線性擴展 線性擴展也是在架工變成很中二一環 那我們可以直接線上做擴展 等一下有個圖跟各位做分享 低延遲其實你安裝之後 馬上可以用 所以其實還滿快速的 然後這個data import export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的接口都可以來接接 這還滿容易來去做資料的處理 好 那當然我們內部有一個最佳的優化器 當然我們在新的版本 也提供更新的一個優化器裡頭 即便在community裡頭 都是有新的Oka的一個優化器 主要目的就是說 如果能夠有效的在master階段 能夠把這些執行計畫切得更仔細 更精準 然後透過main and data 能夠去把資料部署到 發布到把這些comment 發布到每個節點上面 有效來去做處理 這比較重要 包含我們做這些scanner Join Insult Aggregate等等這些資料呢 可以更有效去做分辨的一個規劃 然後我們這邊介紹的是說 Fall Torrents 在這個架構裡面其實我們達到 就是全榮餘的架構 全榮餘的架構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從前端的master的部分 有所謂的primary跟secondary master sorry,statement master 我們可以做備援 萬一避免這個單節點故障 單節點故障問題 然後再來一層是做什麼 網路設備建議是做兩個網路設備 來去做備援 因為萬一大家發生這個網路異常的時候 也會有可能造成這個衝擊發生異常 再來就是說我們節點本身就互為備援 因為我們的架構本身就是一個溶湊的架構 再來是說我們在資料面來講 我們也做備援 比如說我們舉個例子來說 我們分primary跟mirror 在第一個節點裡面 A1、A2的資料庫是primary 它的mirror跑到另外兩個節點去 那一樣的 其他B1、B2也是跑到兩個節點去 萬一有個節點故障的時候 我們可以確保C1、C2在別的地方都可以被帶起來 被active起來 所以速度是非常快的 對用戶來講 其實它可以不需中斷的繼續服務 對它的一個Io的效果跟需求上面 不會有所影響 所以這是多攏餘的架構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disc也不需要要求非常浪費 因為有些在MPP的DataBase要求 希望IoPS高一些 所以它希望做的是做RAD1 RAD1或是RAD0加1的架構 我們不需要 我們只需要建議做RAD5就好 做到這個空間最佳化 最大化 所以透過這幾個層次的一個 容易架構 redundancy的架構 可以有效的去確保 這個集群是正常穩定的 好那接下來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動態這個線上擴展的架構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假設我們原來節點是一個主節點 三個重節點 那我因為我們的效能的關係 跟空間的關係 我們需要來做到擴展的效果 那我要擴展的時候 其他家的有商的這個MPP的DataBase 其實遇到的狀況是說 要一櫃換一櫃 什麼叫一櫃換一櫃 我可能買了一座二分之一櫃 或四分之一櫃的這個RAC 的一個架構的設備 我如果要擴展的話 會遇到一個問題是說 我沒辦法把資料移出來 要不我要整個停機把資料移出來 換一座更大的設備 然後來去做REPRESSMENT 我們不需要 我們只要原機做擴展就可以 那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原先上的節點 我們再加三個節點 先出主要這個MPP的架構集群 再來做什麼 重新節點上面這個分布 首先我們先把新的節點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我們變六個節點 變六個節點之後呢 基本上現在這個狀況可以用 而且馬上加上去馬上可以用 新的資料進來之後會打散在六個節點上面 基於你的分布件的關係 會打在這個六個節點上面 那我舊的資料怎麼辦呢 因為舊的資料在舊的節點裡面 那我們這可以undemand的方式呢 去要求他來去做這個rebalance 因為資料如果沒有balance的話 其實你之前的困境還是沒有解決 你的loading還是在舊的incidence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undemandrebalance 達到就是說我們可以去把數據呢 去做分散的一個效果 怎麼會懂 ok 那這樣的為什麼叫undemand呢 他可以做什麼 他可以做到就是說 ok我今天離空時間只有兩個小時 那我要求他起來兩個小時就結束 我們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我只要求他 你把沒有打散的資料呢 用兩個小時把他打過來 好時間到不要再做了 當然我會做到晚 我自己會有一個table去maintain說 Data舊的資料還沒有balance的部分有多少 那一些數據呢 慢慢去把數據balance掉 這個是我們可以undemand來做 所以這個有別於其他 在這種分散式架構的project裡頭呢 他是比較靈活 而且比較好用的 non-stop 我們可以直接線上來做擴展 好 那除了資料庫本身的特性之外呢 這邊要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點是說 存了這麼多數據 然後呢 分析嘛 運算嘛 那可是在postgres上面有沒有工具 有 postgres非常多的工具 尤其在community project有 比如說Pure Python Pure R 我們都可以build it Greemount裡面都可以裝這樣的套件 讓你可以在postgres裡面來開發R的language 或者是Python的language 你可以有效去調用現在比較新的machine learning 或deep learning的algorithm 除了這之外 Greemount它當初這個project叫做manlib 這個project基本上也是來自於privatel 但是它一樣open source 其實主要concept就是說 它裡面提供了很多比較先進的演算法 然後讓用戶呢可以在這個集群裡面做分散式的運算 比如說我們常用幾個演算法 這可能比較小啊 我們可能分幾類 比如說supervisor learning unsupervisor learning graph的部分 time serial model ARIMA等等這些都有 都是ready的package 那對用戶來講 我只是要調動它這個library就行了 那怎麼用呢 我簡單跟各位分享 因為時間不要這樣太多 它就是函式 它就是一個function 對用戶來講 你只要跟它講input table是什麼 比如說我要調用一個near regression near regression 我在調動的時候 我可以怎麼用 我用韓式的方式 跟它講input table是什麼 output table是什麼 primeter 我可能在下near regression之後 有一些primeter 你把它下進去之後 直接執行之後 我透過分散式的技術 每個鍵都去跑 跑完之後 快速的得到我的結果 我曾經有個客戶 他用Hatuba 早期啊 我們說的大數據嘛 他用Hatuba碼號去算他的資料 大概以他的一次建模 大概要一樣的資料量 多少資料量我忘記了 蠻大的資料量 他是那個EC的電商的內容 他的資料量其實 其實都在Hatuba上面 他一次做一次model 做一次training的model 大概要花半天到一天 他常常笑著說 我下班按一下明天再來看 可是training哪一次會成功 有可能還要再做finding 所以對他來講 其實training沒有辦法代表 我未來可以用的東西 他每次在做training的時候 很花時間 所以用了green mount之後呢 原來的job我剩兩分鐘 那你說我能夠 我一定可以大幅提升 他的一個決策的效果 這就是我們在這上面 用這樣最大的一個好處 好 那最終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就是說green mount 其實我們在15年 變成open source的時候 是立在做中文社區的一個投入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歡迎學校或研究機構 或者是公司 可以跟中文社區這邊做個聯繫 那我們可以提供你必要的一些協助 那也希望能夠透過這一些互動呢 讓這個產品更加茁壯 在社區也好 或是切板支持上面 能夠更有效的一個互動跟合作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slide我之後會再放在那個網站上面 可以讓各位下載 好 還有像另外的網站連結 各位也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官方網站是greenpump.org 各位可以在上面做 查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以及github上面也有位置 那mail list也有 或者是說如果要去做contribute的話 也歡迎各位能夠加入我們 在中文社區的一個應用 那當然我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developer team的部分 其實在中國其實也佔了很大一塊 至少佔了二分之一 所以我們這邊的貢獻 這邊包含這邊的需求的一個requestment 提出來其實我覺得 對整個ecosystem來講 會有大家幫助 那也希望各位呢 有機會能夠用這樣的一個應用 好 以上這就是我今天的一個分享 那各位看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提出來討論一下 我想就是讓各位理解一下 就是說這個產品可能有聽過沒聽過 那聽過的話 你就可以再remind一下 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沒聽過的話 可以大家來思考一下 就是說 除了standalone的database 或是這種 actual standby database之外 我們可以build up 一個big data的一個solution for analytics 或者是for 一些business reporting等等 這樣的一個解決方案 其實是可以適用的 在大數據的應用場景來說 那當然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因為它是seql engine 所以對用物來講 其實結束來了比較高 剛剛提到我也用mongoDB Elyse的社群 基本上用物遇到很大的挑戰 是因為它是no seql 其實很多BI工具 沒辦法去接 沒辦法去承接 所以這也是12 因為大家覺得no seql很好用 但是後面要做report的時候 才是一個pay point 發現轉過來 我也沒辦法去有效去分析數據 這也是一個另外的重點 那當然回歸到原生 大家熟悉的工具seql 尤其是postsql 我覺得是大家比較受歡迎 而且熟悉的一個工具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先簡報 那各位看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各位可以加入這個微信群 那有問題可以在上面做一些詢問 那我們會有一些弟兄們 來幫你們做一些回應 針對這個report上面技術的一個應用 好 謝謝各位